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一个一个的画家讲一张张的话来讲成一本现代艺术史 那么这个现代艺术史的起点我是把它选择在这个新古典时期 在新古典时期以后往后一个个的讲 那么不是讲这个运动讲的太多 而是讲这些个人 然后从个人里面我们穿越很多这些故事 那么我们讲的第一个大维特 大维特由于我的这个工作时间安排的情况 所以呢就是有些散 就是有一些段落可能在北京路的 有些段落可能在汕头大学路的 有些段落在广州路的 甚至有些段落可能在香港路的 所以就比较凌乱 那么今天呢我就想这个新古典主义事实上是两个人 一个就是大维特 那么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安格尔 安格尔 安格尔 这个名字比较长 他的名字叫 Jean Auguste Dominique Angus 那么但是好像法国人读这个名字 就后面那个Angus都没有 读N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习惯 但是我这个用英语的拼音方法 还是把它读Angus Angus 这个大家容易比较了解的 他的first name Jean Auguste Dominique 我就不读了 因为太长 这个名字大家读起来一大串 法国人有很多人的这个first name 是一串的 包括家庭的家族的传统名字 父亲的名字 母亲的名字 统统放在里面 那就是说一很大的一串 这个读起来比较困难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我希望我讲课的速度能够慢一点 因为有很多人反应 我讲的太快了 特别讲这种 有一定的理论深度的东西 你是讲的这么快 大家就听不懂 所以呢我今天也就 讲慢一点 那个新古典主义 是在巴洛克运动结束以后的 法国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运动 这个运动呢 电立了所有的 我们现在的中国的造型艺术的基础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套基础 那不是浪漫主义的基础 是新古典主义的基础 包括我们现在 为什么要画镜屋啊 为什么要画素描啊 为什么要画素写啊 为什么要画这个卓翼的模特 这个都不是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 他们的发明的基础 当然说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用了这些技法 但是呢 创造这个技法是新古典主义 而新古典主义是18世纪的下半期 那1780年1790年 一直到这个我们说现代的这个 这个现在还在俄罗斯 在中国还在继续的这个发展 那么在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 就大概已经不用了 那么所以呢 我们讲这个新古典主义在法国来说 他有三个人物 第一个人我没有讲 那个人物比较早 那个叫普桑啊 那个人 普桑是比较早的 叫尼克拉斯普桑 普桑呢是在大维特以前 大维特受普桑的影响 然后大维特自己成了一派 我们知道大维特 他的这个漫长的绘画生涯 从1760年代 1770年代 他服务于法国的皇帝 一直到服务路易十六 这个波邦王朝都路易十六 又到革命的时候 把路易十六判得上绞心台 叫绞心台 把他杀了头 把他的太太也杀了头 然后呢他也下了命令 把巴黎的法兰西艺术学院 把它关闭 然后到了拿破仑上台 他又重新去帮拿破仑去重新筹遍 这个法兰西艺术学院 又帮拿破仑画了很多像 那么到拿破仑被推翻以后 他当然是被驱逐出境 那么移植呢就躲在比利时 在大概是1824或者1826年呢 就刻死在比利时 这是David 他是第一个重要的人物 影响了很多的学生 那么他影响的学生之一呢 就是这个Anger Anger呢是一个 在一辈子当中没有这么多波动的 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种改朝换代 他经历过两场革命 他活得也比较长 他活到了83岁 他是1780年前后出生的 他去世是1867年 1867年就是在拿破仑第三执政的时候 他一直活到了这个法兰西的第二帝国 他中间经历过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经历过很多的 但是他没有什么变更 他一直在法兰西学院 住罗马的这个分院 在那里工作 那么这个前面我们讲 学院派的时候是特别讲过 这个法兰西美术学院 是有两个不同的院 一个在巴黎 那么在巴黎如果你得了一个大奖 叫做罗马大奖 叫Prix de Ronde 如果得了这个奖 你就可以四年 到罗马的那个学院去学习 在那边深造 如果在那边你继续在得奖的话 那你就可以选入这个 沙龙的作品 这个他的这个经历呢 跟那个达维特 达维特不太一样 他是一个外省人 他生的地方呢 在那个图鲁兹的那个附近的一个 法国的一个小的省份 叫Tan El Garone Tan El Garone是在图鲁兹 在法国的南部的一个省 那么他生的那个地方呢 叫蒙特堡 叫蒙特堡 这个地方现在很重要 因为现在 安格尔博物馆在蒙特堡 在那里有几十张他的作品 所以很多喜欢这个 新古典主义的人 都要到蒙特堡 去看他的作品 那么他就生在蒙特堡 家庭的是一个 是个小康之家 我们叫Moderate Family 爸爸也喜欢画画 又喜欢音乐 妈妈大 基本上是个文盲 是一个做这个假法的工厂的一个老板的女儿 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 家庭的影响呢 他们上特别好 那说父亲的一种 喜欢搞艺术的影响 是多多少少有一点 那么但是他挺有幸的 他在1791年 也就是他在11岁的时候 他就进了这个图鲁兹的一家这个学校 这个图鲁兹的学校 这学校倒并不重要 那学校是学数理化 也学一点点绘画 他有这个影响 但是记住 他的入学是1791年 那法国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到1791年的前后 他是1986年 1786年入的学校 那学校读了三年 接近四年到1791年 这个因为法国大革命 这个学校就断掉了 就说不办 因为法兰西艺术学都不办 下面这些学校统统都不办 就把他停了课 停了课以后呢 他就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呢 他很重要 他就跟了一个老师学画画 这个老师的名字呢 叫Hawkes 法文的R不法音 不读Rawkes 叫Hawkes 他就跟Hawkes学 Hawkes是拉菲尔的一个名途 喜欢跟拉菲尔学画 喜欢拉菲尔的风格 他就跟Hawkes去画 这样呢就奠定了他后来他的画 非常像拉菲尔 就是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的一个重要的画家 就包括拉菲尔的构图 拉菲尔的人物 拉菲尔的理性 拉菲尔的浪漫 他全不是拉菲尔 所以他有时候秩序是拉菲尔的后人 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 没有见过拉菲尔这个人 这个是他的一段 那么然后革命结束以后呢 这个学校又开办了 所以他就进了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呢 也叫皇家 但是不办在巴黎 是办在这个图卢兹 这个学校名字也叫 Royal Academy of Painting and Sculpture 也是这个皇家绘画 与雕塑院 那在图卢兹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他开始学绘画 并且呢学人文科学 这是他的教学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点 对于法国的画家 特别是19世纪的画家 当时最重要的一个跳龙门 那就是要到巴黎 在巴黎呢 再跳一个龙门 就到罗马 就是两个 大家我说过了 法国的皇家绘画与雕塑院 它是办在巴黎 这是1648年办的学校 后来还有1679年办的音乐学院 后来还有168几年办的 这个建筑学院 这三院 到1814年 在拿破仑的时候 就三院合一院 然后就变成了 法兰西艺术学院 那么第一个龙门 就是要到法兰西艺术学院 你到法兰西艺术学院 你就等于到了最高学府 那个有点像我们五十年代 你如果到了中央美术学院 华东分院 那你就是在浙江美术学院 但是龙门 还是想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跳 那进了中央美术学院 就是名正言顺的 大概有这个想法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估计这个名正言顺的想法 也很重要 如果谁是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 那恐怕比一个地方美术学院 它的意义重要得多 所以他还是想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是知道直接一小时 上不了巴黎美术学院的 他干嘛呢 他就离开了图卢兹的那个学校 他毕业了 他在1797年 他就出到巴黎去找人学 跟谁学呢 就叫David 就叫这个 这个Jacques Louis David 大维特的工作室 去学画画 大维特可是那个皇家的皇家了 那个是了不得的一个 后现代主义的 不一个新古典主义的画家 我们在前面的四讲里面都讲到他 那就跟大维特学习 那么大维特呢 就开始教他画画 那个大维特 在大维特那里 他看到了相当多的东西 那么并且呢 大维特手把手的教他技法 大维特的那种精细啊 那种技法 那个时候 他跟大维特 学 他其中画了一张画 叫亚加门农 这是古希腊神话的一个人 叫 Embois Alphagamenus 亚加门农的使者 这么一张画 这张画呢 分了两遍 一遍的就是亚加门农 画的那个人呢 穿着红衣服啊 完全是亚加门农 就是大维特的那种风光 大维特的东西都很严谨 很庄严 很凝固 像雕塑一样的 但是他左边的话 他叫阿基里 那个还有其他的两个神呢 他的动作呢 就非常的柔顺 有变化 有扭动 这个其实就是他自己的 他其实不太愿意走 大维特的完全的道路 他不想成为大维特的一个阴影 所以他自己开始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那么这一段路呢 对他来说很重要 那个才华出众 当时在这个学院读书的有几个同学说 这个家伙可了不得 因为这家伙画的话 那个准确性 和那个鼻 那个色彩的表现性 都是与世无双 非常棒 这个安格尔 这个人说画得非常好 并且这个人沉默寡言 也不太喜欢社交 整天喜欢自己在外面 就是好好的画画 他对画画是用了百分之百的心 画得很好 到1802年 他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重大的转折 也就是他的画 选入了巴黎的丘吉沙龙 那我们想想 进了法兰西 艺术学院还不用说 还得画进沙龙 进了沙龙 那就说明这个 首先是这个沙龙的艺术评论界 他承认你 第二个就进了沙龙 就有可能皇帝去买你的画 或者是贵族人买你的画 那你就成名了 他的1802年是第一次进沙龙 那个比大维特进沙龙的晚了 30年了差不多 大维特是他老师嘛 那么进了沙龙以后 他展现的是肖像画 肖像画的特别好 我们看看他画的肖像 都是登峰造极的 那种细腻准确 情感 他不是完全的那种 照相式的写实 这个是了不得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说新古典主义 他继承了古典主义的 很多的传统 但是他有很多新的表现 那么在这一次沙龙以后呢 他就被 这个 得到了很多的订单 就很多commission 就很多人去找他 去画画 这样他的经济生活 就开始有所好转 我们要记得 这个他回到了巴黎 在巴黎的这段期间 事实上正是拿破仑 登上他的舞台的这个期间 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 被拿破仑评判 这个1790年代 然后到1804年 拿破仑加冕 在这个过程里面 拿破仑是逐步走向权力 那拿破仑的第一步走向权力 就是他当了第一任的这个 所谓的总顾问 counsel 他叫做 the first general council 这是拿破仑在1802 1803年左右 他做的这个职位 那已经是法国的这个 全寝一世的这个 这个大丞相了 然后他最后就自己登帝 还不是登王 他不是king 他是emperial 那么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安格尔呢就结了结了活 结了什么活呢 就是拿破仑叫他画像 他帮拿破仑画过好几张像 第一张像呢 就是把拿破仑画成这个 第一counsel 也是第一顾问 就是等于是宰相的这个位置 这是在 大概是在1802年画的 画的这张像呢 画的很真 画的很漂亮 我估计拿破仑非常喜欢 那么但是呢 到了再过了几年 拿破仑呢到了1806年左右 拿破仑这个时候已经登基了 他1804年自己是加冕登基 1806年的成了大皇帝了 这个是emperial 这个皇帝 所以拿破仑呢就雇了四个人 给他画这个皇帝的像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安格尔 他这个为什么要画四张像呢 因为当时法国已经征服了很多地方 像这个低地国家 荷兰比利时都是法国的 意大利也是法国的 并且呢 这意大利的总督是法国人 这个时候拿破仑帝国 疆域很大 所以他要画很多像 送到各个地方去放 那么其中一张就是安格尔 所画的像 这张像呢 就是他画的拿破仑的肖像 这张像呢 拿破仑呢 就是一只手这样高高的 拿着一个权杖 这权杖是原来的皇帝 这只手呢 又拿了一个这个上面 带手的权杖 一只手拿一个 穿一个白颜色的毛领的衣服 上面有黑点 红色的灯心绒 上面戴了这样的皇冠 这个金鼻辉煌的衣服 这张作品呢 是在沙龙展出了 1806年的沙龙 秋季沙龙展出 展出以后呢 大家看见这张像这个 哇 基本上就没画人 脸呢 一点点 两只手啊 戴着手套 基本上在画道具 所以评论界呢 就一塌糊涂 评论界说 看不上 其实如果你讲 他当时 这个安格尔 他也是破于无奈 他没有办法 拿不上要别人 给他这么画 希望别人 把他画的是 这样一个 辉煌的一个帝王 那并不在于 把他自己的 体态画成什么样 就是这样一个 拿到权杖 坐在皇位上的 这样的一个皇帝 所以评论界 对这 评论界对这张画 恶贫如潮 就是说 但是也不敢太明说 因为皇帝毕竟在上 那个 不过从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解释一下 这法国的评论界 还是挺有力量的 就是敢在皇帝 在的时候 可以说一些 这个皇帝不爱听的话 那么 这一年呢 他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就是 他得到了这个 罗马的 最后的 让他去罗马了 那就是说 他是得了罗马大奖 那么然后呢 他就在这一年呢 他就到罗马去 去上他的第一任 因为他的罗马 很早就拿到的 这个罗马大奖 这个 Prix The Rome Of Academy of France 就是法国学院 在罗马的这个分院 这是法国的最高荣耀 你拿了罗马大奖 可以就四年 去读书 是有奖学金的 那他就用了这个 他就去罗马 去了多久呢 从1806年 到了1811年 在罗马 第一次 待了五整年 这段时间 基本上是在 法兰西学院住 在这个法兰西学院 住罗马的这个学院住 在里面主要画画 画了很多的肖像 画了很多的 Commission画 这些Commission 就是委托他画的话 主要就是 法国住这个 罗马的一些当局 比方说总督啊 像这样一些人 安格尔在 法兰西住 罗马学院的 这一段过程呢 是他的第一段过程 这段过程呢 他画了很多 希腊题材的话 因为在罗马 他看到很多希腊的 平画 也看到了很多 罗马时期的作品 所以他在罗马呢 他是一个像古典化 大规模转化的过程 其中一个 就是我讲过的 这个叫 Odipus and Sphinx 奥地普斯和斯芬克斯 这张画是1909年画的 也画了这个 邱彼得 这张画啊 那个画的是像 希腊神画 一个主神 下面有一个爱神 在引诱他等等 是1811年的画 这些画都是古典主义的 登峰造极之作 大家会问 我的这个古典主义 登峰造极之作 画的这么唯美 这么漂亮 有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 他的这些画 在那个时代 是不见笔 笔触 没有笔触的 我们现在画画 很讲笔触 就是有排笔 大家记住 有两个事情 第一个 当时的油画笔 还没有发明 我们现在油画笔 是个排笔 这个排笔 是音响派时期 才出现的 也就是说 在大维特的 在大维特的时期 和在安格尔的时期 这种笔没出现 它是远笔 诸中的远笔 所以他画不出那种 夸夸夸一排排的线 所以基本上是远运的 第二个 这个时候的 绘画风格 不讲就笔触 也就是画得要近了 没有笔触 很远运 但是呢 这样一画的话呢 就很容易产生了 很腻的现象 我们说画的 这个艳丽 漂亮 但是不腻 这个不容易 我们看很多 现在的画家 画着美女啊 画得非常的艳丽 但是呢 很腻 看起来非常商业 就画得腻得不得了 我想看好多人的画 都是腻 而安格尔的话呢 清新 他再画得再艳丽 他画那个 土耳其玉女啊 这样的话 那艳丽的不行了 但是呢 他不 他不俗气 这个是他的一个功夫 他至于怎么达到的功夫 可能跟他的修养有关 因为他见的太多了 那么但是他在罗马 这段时间 待了五整年到 1811年才待够 他在这个时间 巴黎的这个艺术界 对他的恶评如潮 都在骂他 骂 把他骂的就是不值钱 他也气得不得了 但他也就没有办法 反正我就不回去 我就在这里开始画画 然后呢 他的 这个 隔了一段以后呢 他在 学院里面 他的这个奖学金 满了到1811年 没奖学金了 没奖学金 他就应该回巴黎了 结果他选择还是继续在罗马 这自己 另外 谋生 一个是找这个巴黎的 就是 法国的驻巴黎的 这个占领金当局 也就是他的总督 要求能够给一点资助 这个当局当然给他资助 因为他是个名画家 第二个方面呢 他就结一些活 就是来 巴黎人画画 这些活包括了 有给这个当局画的一些画 特别是给教会 画的一些画 所以安格尔的作品 不少 另外呢 他还画肖像 这个时候 画肖像呢 就是有很多人来找他 他其实也挺卑躬屈膝的 当时来到巴黎 在他当满的 就是1814年 这个时候 他在 待在这个罗马的时候 基本上来找他 都是很多有钱的游客 这游客很多就是英国人 英国人跑到房里去了 也不知道是谁 就是说他能够画很小的细密画 这个我看过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有个人敲门 在当中罗马的御所敲门 就说这里是不是住了一个 画那种细密画的人呢 就这样 就是说 他很生气 也没把那人赶走 就是说 这里住的是一个画家 就是 这个 其实也就是无可奈何 就是他生活 是很困惑的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一直过了很长的时间 他在 一直是过到了1822年 就从1814年 他在离开了 这个罗马的巴黎学院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奖学金 那么自己靠漫画和靠当局 给他一些活来谋生 就一直过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过到1922年 那在这个又住了很长时间 你看他前一段 这个1801年住到 1811年就住了五年 然后1811年呢 他还在这里住 画了很多希腊题材的这个作品 然后呢 在罗马又在这里住 然后又到佛罗伦萨去住 这样呢 一直住到1922年 所以他这段时间 加起来 在这个罗马的时间是很长的 那么最后呢 他觉得还是要回巴黎的 因为巴黎是卖画的主要地方 因为那个秋季沙龙在那里 他就回到巴黎 他回巴黎的时候呢 他送了几张画回去 其中一张很重要的画 叫Roger 一张叫罗杰 罗杰去成就 一个叫做Angelique 这么一张画 这张画呢 是画了一个英雄 拿了一把弓箭 骑在一条这个鹰的上面 去刺一条龙 然后一个少女 用这个枷锁绑在岩石上面 那张画现在 在罗浮宫博物馆呢 是非常受人喜欢的一张画 非常神话的话 估计现在很多的 这种大剧啊 都是用这张画 来作为一个典范 那这张画送回巴黎 巴黎也不 对他评价不好 大家知道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出现了 新的艺术的浪潮 也就是这个 浪漫主义已经开始酝酿 当然浪漫主义还没有形成啊 浪漫主义要形成 要还再过 过个这个一二十年 浪漫主义才真正变成 大的浪潮 也就是他的 同学校的一个好友 就德拉克罗瓦 出来挑战他 后来两个人变成仇敌了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段 那么 1920年他就 回 回巴黎 到巴黎以后呢 又继续画了很多画 他这些画就很多 其中有一个叫 大玉女啊 The Grant Odalisque 这个就是画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东方的 妇女的一个侧面 画裸体的一个侧面 画的那个唯美的程度 达到无以复加 并且是一个东方的 拿了一把孔雀毛的扇 这个那个后面的背景 基本上是土耳其的 大家知道这个时候 大家把这种东方主义啊 作为一种时尚啊 大家都很喜欢东方 所谓东方又土耳其 还没有说东方到中国 那个时候对中国 没有什么认识啊 可能少数的航海家 有认识 但是主要的人觉得 土耳其就是东方 阿拉伯就是东方 他就画这个大玉女 这个大玉女啊 这个Grant Odalisque 变成了非常重要的画 191814年的这张画 然后呢 他回到巴黎以后呢 他又开始画了一些画 其中在巴黎的期间 他画了一张画 这张画叫做Mortodon 就是这个英雄主义 画的一个是一个 教会委托的话 叫做Saint Sophiaian Saint Sophiaian的这个 旧义画的这张画 这张画呢 出来以后呢 我觉得这张画是挺不错的 画一个旧义的英雄 旁边都是一些 要行刑的一些 反对他认为 他是异教徒的这张画 但这张画呢 出来以后很多人 又不满意 这张画就说 把这个Saint Sophiaian 画成了一个 男不男女不女的人 就是也画成一个小鲜肉 那个可能是他比较早 就有这个 这个意识啊 这个男的 如果具有某些女性的特质 非常交好的话 那个男的也是一种美男子 这个观点当时不承认 当时就说 把他画到一个不男不女 所以呢 鄂平也是如潮 但这张画的确是非常好的一张画 当然这个观点到现在为止 就不成观点了 现在我看到这些美男子啊 这些小鲜肉 基本上都像女孩啊 但是在当时 我们讲一把三几年 没有这个观点 所以他这张画呢 也没有得到 所以他这个时候 对法兰西学院的这帮评委 他的确是有 有仇啊 就觉得大家搞不来 那么他就来来回回 这样呢 他由于在巴黎 他觉得待得不愉快 他又回到了这个罗马 你看他来来去去 在罗马住了十几年 回到巴黎 待了几年 又不行 又回到了罗马 到罗马这下 他就功成名就了 因为他已经当了 巴黎美术学院的 罗马分学院的院长 这个时候他下了决心去 去在学院里面教书 一个是建立课程 第二个是帮学校 筹集更多的资金 并且帮学校的教员和学生 去结一些活 让他们有画画 就找很多赞助的项目 并且完成课程表 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么这个是他 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 就是当教育家了 也就是法兰西学院派的 这个奠基者 除了大维特以外 就是这个安格尔 因为安格尔一直做到 1918五几年 他完全退出去的时候 他基本上都影响 这个法兰西学院 而在他培养的学生里面 就出现了很多异端 这异端就提出了浪漫主义 就是说绘画 我们要画的绘画的内容 不仅仅是美 不是aesthetic 不是beauty 而是这个 真 就是善 先提出善 提出善 提出善 所谓善 那就是表达人性 所以他在展出同一张画的时候 比方说他展出他自己的这个 大玉女 La Grande's Obeliscus的时候 这个是达拉库罗瓦展出的另外一张东西 叫做这个米龙废墟上的雅典 这个是很不同的一个女孩子张着手 胸肠敞开 后面是废墟被奥斯曼帝国屠杀的这个希腊人 那种 那种有种就是 苍茫 无家可归 被灭族的 这种 这种感觉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浪漫主义的作品 这个和他的那种 一个英雄救美绑在悬崖上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路 也就是说从新古典主义 进入到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跨越 这两个阶段 是同时兴起 而这两个阶段是矛盾的 他看不起 浪漫主义 认为你画这种东西干嘛 浪漫主义看不起他 说你这个人 没有感情 没有善 你只有唯美 技法上 大家都承认他的 所以这个时候形成了一个 一个很尖锐的过程 他的 晚年的时候 1856年左右 他画了一张最出名的话 就叫 所谓的权 这张画大家都看过 现在我们有很多 这种 娱乐场所上面 都画一个女孩子 举着一个罐子 水在底 一个裸体 非常美丽的不得了 这张画其实他画了 很长的一个时间 那么到这一年 1856年 他画完了 画完了以后 这张画现在 大家要看 这张画可以在 Muse de Salle 就是在奥赛博物馆 在巴黎的 可以看见这张拳 这张拳可以认为是 新古典主义最完美的一张作品 也就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这张画 那么当然在 这个没多久 1862年 他到63年之间 他又画了这个 土耳其大狱女 就画了一群土耳其的妇女 在洗浴 这个在卢浮宫 这张画也是一个非常 唯美的画 这个时候我讲了 印象派和浪漫主义 产生了冲突 冲突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德拉克罗瓦和 这个安格尔的话 同时在大皇宫展出 最早是1826年 他们两个人的话都在大皇宫展出 那么两个人就有争议 两个人的话都很受欢迎 但是两个人绝对随伙不相容 并且大家写文章 德拉克罗瓦写文章 骂这个安格尔 安格尔写文章骂德拉克罗瓦 跟着在1827年 他们又干了一次 那么这就没有完 当然安格尔是 非常的平静的去世的 他在最后去世的时候 1867年 他去世 去世的时候享年 83岁 活得天遗之年 在他去世的时候 其实浪漫主义已经席卷而来 新古典主义已经退出了 那我们讲了大维特 又讲了安格尔 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 新古典主义的这一章 下面呢 我们就讲浪漫主义 我们就开始讲 大维特和其他的画家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